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派他们到葡萄园去 大约9点钟 他又出去 看见还有人闲站在街市上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到葡萄园来吧 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 他们就去了 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 他又出去 也是这样做 下午五点钟左右 他再出去 看见还有人站着 就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整天站着这里不去做工 他们回答 没有人用我们 他说 你也到葡萄园来吧 到黄昏 园主对管工的说 把工人叫来 给他们工钱 从最后的开始 到最先的来 那些下午五点钟才工作 才开始工作的人来了 每个人都领到一个银币 最先做工的人也来了 以为会多得一点 但每个人也是领到一个银币 他们领到之后 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在烈热之下劳苦 这些后来的人只做工一个小时 你却给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工钱 家主回答他们当中的一个说 朋友 我并没有亏待你 你我不是奖定了一个银币吗 拿你的工钱走吧 我给那个后来和你的一样 是我的主意 难道我不可以照着自己的主意用我的财物吗 还是 因为我仁慈了 你就嫉妒呢 因此 再后的将要再前 再前的将要再后 在2019年3月 美国这个FBI他查获了一个弊案 这个的弊案呢 就是呢 他们发现到在美国有一个的教练呢 藉着他的一个的关系 导致了很多这些的学生呢 可以呢 经过后门去读很多当时非常出名的大学 然后呢 当时呢 他们就因着这样子慢慢的查 以查获了这个的教练以后就告这些 当中有参与这个的贿赂这个事件的这些的家长们呢 一共告了大概50人上庭 这50人呢 全部几乎都是当地 或者是当美国这些非常出名的这些名流的这些的文人 这些的名人 而且呢 就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呢 可以进到大学 可以确保他们可以很成功的进到大学里面去念书呢 以致他们走了这个后门 结果呢 他们后来就50多位的家长就一起的被告 我很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有一个的好朋友 他是插班生 我很记得他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在我们上课 几乎半年以后 他才插进来的 然后呢 这个插班生呢 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就很熟 我们就很好 后来到毕业过后到现在 我们还是一个好朋友 我就那时很记得他 为什么他会半年才进来呢 他就跟我们说 他半年没有上课 就是在家里等什么呢 就在家里等教育部呢 让他进到我的学校来 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读的那间学校叫做名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父母们为了要让孩子读名校呢 就在教育部里面呢 安排 然后呢 处理 应该也是走后门 所以呢 就让他有机会进到这个名校来 他进了名校过后呢 成绩还是跟我的差不多 也不是很好 所以呢 进名校不一定是可以确保我们可以成绩很好 不过呢 起码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呢 这些父母们 这些的家长们呢 他们真的是掏心掏肺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孩子可以怎么样呢 赢在起跑线上 所以呢 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看到呢 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这种的潜规则在当中 我们看到呢 很多父母愿意的花钱花时间 甚至动用很多自己的人力卖力关系呢 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比人家好 或者呢 比人家更前 以至呢 他可以比人家 就是让他可以跑得更快 跑得更远 所以呢 这种叫做赢在起跑线上 今天当然我们知道马来西亚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我们也是经历这样的事情 甚至我们也知道呢 今天很多时候呢 要比人家快 比人家先 都是我们心中所想的东西 可是今天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做人是这样子 我们都很常会想说 哪里有好处 哪里可以让我的东西可以赚更多 甚至哪里对我的家人是好的 我们都很努力去做的话 今天一样的 我们就会一直的去找机会 找机会是什么呢 找机会来谋求自己个人最大的好处 如果今天信耶稣也是这样子的话呢 好不好 如果今天信耶稣也是一个我们所谓讲的康陶 好不好呢 所以呢 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 这段的经文呢 就让我们看到呢 信耶稣怎么样呢 我们知道呢 也要找Jokso 是吗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 到底要怎样去找耶稣的Jokso 哇 今天这段的经文 你这样的听 你就觉得 哇 牧师为什么这样讲 今天的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 这段的经文呢 就讲到了这个工作在这个葡萄园的 还有呢 就是呢 这个在前跟在后的问题 今天如果要解这段的经文 我就不念哦 因为很长 我就 我们就很表面的看这个 很直接的把这个表面看清楚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耶稣说到要做工 然后呢 工钱就是一钱的银子 然后呢 大家就要去领 然后呢 一般我们从表面看的时候呢 我们讲说 为耶稣做工 工钱就是一钱银子 然后呢 早来迟来 不要计较 不要眼红 很简单 很直接 可是呢 这段经文 如果我们单单是看到15节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觉得说 还好 这样子的话就是为耶稣工作 不要眼红人家的好处 可是问题就是加了16节 16节这边说 这样再前的要再后 再后的要再前了 这段的经文加了16节之后呢 我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突然间耶稣在这边放了这一个东西呢 以致呢 我们在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已要把他的上文看下去 因为呢 正在上文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他在这边这个19章 19章里面呢 这个20 30节的时候里面也是讲了这句话 他说 然而许多再前的将要再后 再后的将要再前 以致我们看到19章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就知道20章跟19章你是不能够分开来看 你是必须把它一起看 以致你才可以明白到底耶稣是为了要什么原因 要把这个的比喻讲出来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的比喻基本上就是要来解释 这个19章末后的那一段呢 的那个当彼得向耶稣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彼得在27节里面就19章27节说什么呢 彼得就对他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 原来还是回到那个康陶的问题 就是要得到什么好处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看回上面的那段经文 考到19章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到呢 原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导致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解释 他要讲的东西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原来19章的前 如果我们看前文的时候呢 有一个年轻的有钱人呢 就来找耶稣了 他就问耶稣他想要得到永生 他必须要做什么来得永生 我们也知道这个的结果 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的经文 我们常常用这段的经文来讲说 你看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呢 他不愿意奉献 他不愿意把为耶稣奉献一切 结果呢 他的结果就是他悠悠愁愁的离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所以引致这样子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年轻人来问耶稣的事情 就导致彼得 接下来就跟耶稣谈天了 就要跟耶稣发问了 发问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看到呢 彼得跟这个年轻人相比的话 彼得果然是比这个年轻人 更加的爱主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人他转头离开 悠悠愁愁 是因为他不愿意为主 卖掉他的产业 来跟从他 可是彼得很不一样 彼得我们看到呢 当耶稣在加利利湖边 召他的时候呢 彼得是立刻的撇下渔船 当时如果你还记得 那个的故事 就是彼得当时还枉了 一船的鱼 那个的鱼是整船的鱼 是满满的船的鱼 以至彼得因着这一船的鱼呢 向耶稣下拜说 主啊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所以耶稣讲说 来你要从 你要什么 我今天起 你要得人如得鱼了 所以彼得撇下一切跟从他 他的弟弟 我们看到呢 安德烈也因此跟从他 以至不止他 耶稣还呼召 另外他两个的伙伴 也就是雅各跟约翰呢 他们也是撇下一切 跟从他 彼得别了自己的父亲 就把整个的船放下 然后他就离开了 以至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呢 彼得就向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 看啊 我们已经撇下 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 弟兄姐妹 如果你看上文的时候呢 彼得问这个问题 是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这个年轻人 不是跟耶稣说什么呢 他要得永生吗 要得永生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呢 原来要得到永生 就是要做刚才所做的事情 彼得不是听到了吗 可是我们看到 彼得在这边 向耶稣询问的是什么呢 他说 我们已经撇下 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 不是 不就是 你是什么 啊 什么 就是名字顾问吗 你都知道要拿永生 为什么你还要再问呢 原来看起来呢 彼得觉得他的永生 有点不够 所以呢 他讲说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 这个就告诉了我们 彼得他真正的心意 彼得他跟从耶稣 他有自己的一个的算盘 彼得他跟从耶稣呢 他有自己心中的一个的想法 我们如果从经文 往上看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马太福音记载 当耶稣到了凯撒利亚 菲律比 就是上几个礼拜 如果我们有跟着 这个三代经课 看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呢 上几个礼拜 就是耶稣到了凯撒利亚 的菲律比的时候 耶稣向门徒显现 自己真正的身份 彼得指着耶稣说 你是永生神 上帝的儿子 耶稣说 对 你说的没有错 以至这样子的时候 耶稣就讲什么呢 耶稣就讲说 人子怎么样呢 人子将要被 怎么样呢 被这些的 要去耶路撒冷 然后怎么样呢 被抓 然后呢 被害 然后呢 要被钉十字架 然后还要为人 还要复活 因着这样子的时候 彼得就拉耶稣到旁边 折备耶稣讲什么呢 主啊 这是必不可到你的身上 所以耶稣就折备他 用了他在这个 面对撒旦的 这个试探的时候 第三个试探 当撒旦跟他讲说 向他下拜 然后把荣华富贵给他的时候 耶稣讲一句什么呢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他用回同样的东西 跟彼得讲说 彼得 他讲什么呢 撒旦退我后边去 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原来彼得 他一直 都是用这样的心态 来跟从耶稣 原来这些的门徒 在当中心中想的 不只是要永生 他还要荣华 他还要富贵 所以呢 耶稣就直接 更仔细的跟他讲了 耶稣既然知道 彼得有这样的心意 就仔细的跟他讲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 你们只要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子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 或者是弟兄姐妹 父亲母亲 儿女田地的 必要得到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哇 这句话讲下去的时候 真的好 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呢 哇 这个的好处不只是永生 这个好处还有十二宝座可以坐 不只有十二宝座可以坐 还有百倍的田地 百倍的儿女 百倍的母亲 百倍的父亲 所以呢 因着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真的是复兴的时候 哇 好棒 所以你就看到这种的观念 这种的心态呢 在门徒的心上 或者呢 在这个门徒跟从耶稣 一直到几时呢 一直到耶稣升天的那一天 他们还跟耶稣讲什么呢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是现在吗 耶稣才跟他讲什么呢 什么是真正的复兴 耶稣说 所以圣灵必降临到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怎么样呢 你们就要去什么呢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人 原来耶稣讲的复兴 是这个复兴 耶稣要他们做的是这个 果然他们真的得到了吗 他们真的得到什么呢 他们真的得到那个审判的权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去到十二支派 这辈他们 以着耶稣所做的东西 像他们这辈辈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一些的支派被他这辈 然后甚至什么呢 甚至他们承受百倍的什么呢 他们看到呢 人数增加 那些的教会被建立 所以耶稣跟他在讲的时候 耶稣在讲这个 然后永生也是要给他们留下 永生没有变过 所以也是让他们看到呢 当他们在这个复兴里面 他们可以做的事情 可是彼得或者这些的门徒 心中想的就是 我如何在这个属世的世上 我可以继续的得到更多的好处 这些的好处很直接的 在他们的眼中和心中呢 就是权利 就是钱 或者就是那个的 我能够得到什么 这个物质上的好处 所以呢 耶稣加了一句话在后面说 然而 许多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的要在前 所以呢 今天这句话 如果白话一点讲的话呢 耶稣就讲什么呢 耶稣讲说 不过你要小心 因为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的要在前 所以让门徒明白 让这些的信徒更明白 或者今天让你跟我更明白 耶稣就讲了今天这段经文 二十章一节到十六节里面的 关于这个葡萄园风波的比喻 这边呢 耶稣一开始的时候讲什么呢 耶稣一开始说 天国好像 这个话有没有很熟悉呢 如果你看回上几个礼拜 我们在这个的圣福音里面讲的 耶稣在讲到那个什么呢 耶稣在跟门徒解释天国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字开始 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 有什么有这个孩子来到面前 耶稣说要什么呢 要像小孩子才能够进天国 对不对 天国好像天国好像 马太福音很清楚的 把耶稣的心智告诉我们 马太是向犹太人诉说 那个弥赛亚的领导 所以呢当中记录了耶稣 对这个国度里面 他的要求 所以我们看到登山保训 把整个国民的这个要求告诉我们 前面的八福就让我们看到 这个国民的心态是怎样 才能够进到天国 过后呢就告诉我们 在天国里面的生活 这些人名是怎样的 过后呢耶稣就解释天国了 用很多不同的比喻来解释天国 今天耶稣也是一样的要来解释天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门徒理解的天国跟他不一样 果然门徒跟他的天国是很不一样的 门徒要的是那个君王 要的是那个高位那些的好处 可是今天耶稣讲的天国就很不一样 所以耶稣就讲什么呢 天国好像家族清早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马来西亚也很少种葡萄 我在梁牧堂有种葡萄 今年终于有结果了 结了几串 我们对面的叔叔帮我种 把那个我从金马轮买下来的葡萄 我种了三四年 生了一串 结果后来呢看一天 各天就被偷掉 过后呢那个叔叔就把它拿去外面自己种的时候 他今年终于那个会友来跟我说 牧师我们的葡萄结果了 只是很酸 我讲不用紧啊 可以看也不错 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到底葡萄 是那个它的成长是需要怎样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种葡萄呢 它是他们在主要种植的葡萄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是巴勒斯坦的葡萄是来做酿酒用的 而且呢他们的酒他们比较喜欢偏甜的酒 所以呢葡萄呢就一定要等到那个熟透的时候呢 他们采 因为呢在那个葡萄熟透的时候采它呢 它的酒糖分很高的时候呢 他们酿的酒就非常的香 甚至呢非常的好喝 以至这样子的时候呢 他们一般的那个家族都不会 立刻的在葡萄已经结果的时候就采 他们就要等 等到几时呢 等到几乎要接近雨季的时候呢 他们才可以把这个的葡萄采下来 我们知道呢 那个亚巴勒斯坦十月初 大概就是秋雨季节来临的时候 所以呢秋雨季节一来临的时候呢 当那个雨水一降下 你不把葡萄收的话呢 那个没有栽的葡萄就会开始腐烂 而且呢一腐烂呢 我们就看到呢 它整个的葡萄就是丢掉 没有办法再把它放到去里面去酿酒 所以呢大概采葡萄 如果你要等到那个葡萄熟透的时候呢 最多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你才能够采完它 而且呢我们知道呢 这个对这个圆祖来讲呢 他基本上他的工人是不够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呢 你种葡萄你只需要在栽种的时候 那个就是你栽种灌溉的时候 你不需要太多的工人 你自己的工人应该是够用 不过呢 你采葡萄的时候你就不同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采葡萄的时候 就是你的葡萄的那个结果的成 那个的 那个的丰收 来定你要找的工人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 当这个主人发现到自己的工人 是不能够 把他园里面的葡萄采完的时候呢 这个主人呢 他就必须要怎样呢 很努力的上去街上找这些临时工了 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资料呢 这边呢他就说当时的工钱 就是一天一钱盈子哦 打一钱大概多少呢 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看原文呢 就是希腊文的这个denarios哦 就是在耶稣时代呢 这个denarios就是一个银币 一个银币就是当时呢 有这些的工人呢 或者当时这些的散工做工的时候呢 他在街上找到了工作 说一天大概可以拿一个的银币 一个的银币呢 也是当时罗马兵丁他在一天 他里面的那个的 他们的良想哦 就是他们的钱 就是拿一钱 一个银币的钱 当时呢这个价钱呢 是普遍 普通的价钱 没有太少也没有太高 刚好 而且呢当时 如果你有一钱的银币呢 你回家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一钱的银币呢 去买一家大小的口粮 所以呢如果呢 老板把你的工钱扣掉的话呢 你基本上当天是不够吃了 所以呢一钱银币呢 就是当天从早上做工到晚上呢 就是从那个太阳开始升起来工作 一直到太阳要下山之前呢 他们呢那个钱就会拿到的时候 就是一钱了 所以呢当时耶稣的劳工系统 跟我们今天有点像哦 就是呢 主人有自己的仆人 这些的仆人一般都是奴隶 是附属在主人的家里面的 这些的奴隶 当时也有一种的 另外这种就是自由人 这些的自由人呢 他们一般呢 就是自己家里面应该有田地种了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田地等候的时候呢 他们也有可以去做一些山工 所以呢当时如果今天 我不懂马六甲还有没有吗 在PJ以前找时候 我很记得就是 在PJ有一个地方呢 他有一个的小 一个的地方 很多那些 以前啊 很早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Lolly停在那边 然后有很多这些的印度工人 就在那边一早 早上大概六点多 我记得我以前上学五六点 我要坐BUS去的时候 我都看到这些的 这些的印度人 就会停在那个地方 做什么呢 他们就等那天早上 有没有人要搬家 或者有没有人要找工人 或者有没有人要找运输工 他们的Lolly就在那边 然后你就去那边 然后你就去跟他们谈 讨价还价工作的内容 跟他讲了以后呢 他如果答应的话呢 他就会跟你走 所以呢有些工人就在那边 一直等一直等 所以呢按照今天这样看来讲呢 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市场上 有很多是有很多人在那边闲站 如果你去看经文里面呢 他说什么呢 在这个第六节的时候呢 主人还出道去的时候 问他说 你为什么整天在这边闲站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所以呢 这些的人就在市场上等工作 所以呢 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要等工作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哦 所以早上六点钟到下午六点钟呢 这个是工作的时间 工作完了就有 怎样呢 就有一钱的银子 因着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 他就必须在最早的时候出去 因为他心里焦急 他的葡萄园已经熟了 他的葡萄每一个都是肥美的 都是甜 都是那种甜甜的葡萄 他知道自己的工作量很大 他就要人很多 所以他就出去找 因着这样子 按照经文来讲呢 我们就看到有不同的时间 就去找人了 主人的工人一共有五批 一节我们看到呢 早上六点钟他就出去找了 第三节早上九点钟 就是这个已出啊 他就找他就另外找到一批进来 第五节五正的时候 就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呢 他又出去找 第五节的时候 这个深出啊 就是下午三点的时候呢 他也出去找 然后呢 第六节呢 就是这个有出的时候呢 就是下午五点钟 就是下午五点钟 多一个小时就要收工的时候呢 这个工这个的主人还是出去找 因着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这个的经文里面 可以理解掉 这个的主人呢 他的心里面非常的紧张 是因为葡萄真的很多 而且呢 要收的人真的不够 所以呢 他就努力的出去找 所以呢 因着这样子的时候呢 奖定的这个价钱 他也不在乎 他也不要到那个街上 跟人家讲说 哎 剩下一个小时哦 我可以给你半钱吗 或者我给你四分之一钱 可以吗 没有 全部都是一钱 因着这样子呢 主人对他来讲说 收成才是重要的 那个钱不是大的问题 因着我们理解 这样的这个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耶稣的这个 他讲的这个比喻的意义是什么了 很多人就会讲说 哇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作 一个小时也是拿同样的钱 这样我就在那边 等到下午五点就好了嘛 我就四点才出来 冲好凉好 慢慢弄好 我就五点在街上等 这个主人一定会来找我的 所以因着这样子的话呢 我可以休息什么呢 我就可以休息十一个小时 然后呢 我就可以领十二个小时的工钱 好吗 聪明嘛 这样子做很好嘛 很好 所以因着这样子 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不用做什么东西 不用去跟随主的东西 我们等到要死的时候 我们才来认罪 对不对 我们等到要死的时候 才来信主 要死的时候 我们才能认真 好像那个君士坦丁 大帝这样 就是我们知道在祖后 三百多年 有一个王帝就是君士坦丁 他对基督教有好感 可是他不敢信 他几时才信呢 他临死前的时候 他才洗礼 洗礼 他就死了 因为他讲这样 确保他可以立刻上天堂 这样很不错嘛 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人都很想当那个什么 耶稣钉十字架 隔壁那个强盗嘛 对不对 他在钉强盗 耶稣讲说 今天就跟我到天堂了 哇 大家多么开心 五点的工人 大概就很厉害 一个钟头 赚十二个钟头的钱 如果你跟我是这样想 你就错失了 这个比喻的教导 虽然五点 还有人等工作 可是你要知道 他闲站了一天 是没有人找他做工 他等 他真的是等了十一个钟头 才可以做工 拿一个小时的钱 他也愿意做 就是讲说呢 他可能给这个老板请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到会拿一钱 他只要做到工 他就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如果当天 他没有工钱回家 他没有办法买晚餐 给他的孩子 他的老婆会很失望 他的妈妈要饿肚子 他的孩子们 全部就要喝清水 就上去睡觉 如果你是那个父亲 如果你是那个 要工作带钱回家的 那个父亲 你想一下 十一个小时 你在等工作 而且又没有人 顾你的时候 你的心是如何的想呢 经文这边 告诉我们什么呢 第六节 在有出的时候 出去看见 还有人站在那边 就问他们说 你为什么在这里 闲站呢 因为没有人 顾我们 弟兄姐妹 那个的心情 你可以想象 那种的难堪 你可以理解 我很记得 我小时候 我爸爸那个时候 就是在 80多年的时候 就是你在那个 经济崩暴 然后呢 他失业 你知道我爸爸 那个时候 每天要面对的什么呢 就是想办法 找钱来养我们 我们的家人 妈妈在家里照顾我们 后来怎么样呢 就是还要照顾 我们三兄弟 后来爸爸做什么呢 爸爸一个文人 跑去炒龟调啦 跑去卖巴萨 卖衣服啦 这个也做那个也做 哪怕是什么 哪怕是人家看到 他只要的是找到钱 回家让孩子有饭吃 我相信那些的工人 等到下午五点的 也是这样子 他们等的就是什么呢 等的就是 我哪怕是拿那个一钱 半钱 或者一点点钱 我都愿意拿 因为呢 我要 我要拿一点钱回去 所以他就站到下午的五点 等到有人出来 所以呢 弟兄姐妹 今天你想说 不用紧了 我们就做那个聪明人 我们做一个小时工 拿十二个小时的薪金 你确你有工作做吗 你肯定有人出来找你吗 而且那个时候 基本上到了五点 主人是不出来找工人了的 他没有必要花这样的钱 去请一个的工人 然后做一个小时的工 还要付他钱吗 因为一个小时对他来讲 不多吗 可是你因着这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呢 因着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个主人的心有多急 这段的经文就可以告诉我们 加上什么呢 加上呢 你就知道呢 当时被请在有处里面工作的人 他的心情有多开心 你也可以理解 而且当然你可以想象 到六点的时候 他领工钱的时候呢 他也领一千银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象 这个的人到底有多开心 弟兄姐妹 是主人不公平吗 我们看到主人 有没有不公平呢 这边经文告诉我们 他是讲定了 一千的银子 这边我们只看到 主人他在乎的是 他的葡萄园里面的收成 如果我们理解 这段的经文过后呢 这些的背景 我们看了以后 我们就来看 今天什么是天国 耶稣今天告诉我们 天国就好像 这样的事情一样 如果葡萄园 是神的国 园主就是上帝 他要工人去采收葡萄 因为他的葡萄已经收透 可以收成 那么呢 这些工人是谁呢 这些工人呢 就是这些被选招的基督徒 如果你把这段经文 在网上看回上文的时候呢 上文当我们看到 耶稣讲到天国的时候 是在讲什么 还记得吗 上几个礼拜的经文 上几个礼拜的经文 在讲什么呢 就讲到天国 就好像什么呢 那个熟门徒问他 天国里面谁最大吗 耶稣不是带来个小孩子来 怎么样 你要回转向小孩子 才可以进天国吗 如果谁绊倒他 拿那个石头 绑在井上 跳到海里面去死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人呢 真的是害死人 他讲如果你的手半岛人 砍出来 你的脚半岛人就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半岛人 为什么呢 接下来就讲什么 接下来就讲到了 教会有人得罪你 对不对 有人得罪你 你要怎么样处理 对不对 跟他一个人 然后几个人 然后之后怎么样呢 之后把他当教外人 就是继续的爱他 继续的把他挽回 这是你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上文才讲说 上帝讲说 那个羊 九十九 一百只跑了一只 主人去找羊 所以上帝的心意 是要挽回罪人 今天如果弟兄在里面 得罪你 你还把他赶走 那你就是半岛人的人 耶稣讲说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不如把石头 板在井上 跳到海里面更好 所以接下来 耶稣才讲什么呢 耶稣才讲说 今天教会的权柄 给了你 天上捆绑 地下要捆绑 天上释放 地下要释放 什么东西呢 就是讲说 教会的权柄 你捆绑什么呢 你捆绑的是那个罪 你释放的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罪人 听着这样子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 一直不听怎么办 所以他跟你讲 要开祷告会 对不对 两三个人 在地上什么 祷告的时候 我就在你们中间吗 你们如果求什么 我都会给你吗 求什么 不是求你的龙华富贵 是求什么 是求这个人悔改 如果我们理解 这样的时候呢 今天这一些的人 就是包括你跟我 九十九只羊 包括那个失去的羊 今天在这个天国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被招去什么 去收割葡萄 如果我们去收割葡萄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是什么 我们的观念是什么 我们进去做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收透这些 熟透的葡萄 这个就回应九章里面 耶稣讲什么呢 他讲说 那个庄家已经熟了 你们当祷告求庄家的主 多派工人出去 这个庄家已经熟透了 就好像这个主人的心一样 你要知道 整本马太福音写的时候呢 他没有分别 他没有跟你割出来 让你一段一段看 他是整个给你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呢 今天天父要拣选 每一个在他的园子里面的 这些的工人去为他工作 因为熟透的葡萄最重要 不要去想说做工做多少 不要去想说今天要得到多少的好处 今天这个工人进来跟他讲什么呢 他说今天呢 我们整天劳苦受累 那个只做一个小时的 你竟然叫我们跟他一样吗 他就发怨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了12个小时 他就觉得说 这样子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拿到更多一点呢 结果因着这样子的时候呢 耶稣就基本上是在讽刺彼得 彼得你不要想这样多 你是第一批的 彼得你是第一批的人 你不要以为说你第一批 你就可以怎么坐在高位 在那边可以审判万足 不是 耶稣讲什么呢 耶稣讲说今天他讲 朋友我跟你不是讲定是一千银子吗 讲好的吗 我没有亏待你啊 今天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 他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今天我们讲说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你们有审判的权柄 回应了17章那边讲什么呢 就是讲说什么呢 在天上捆绑地上捆绑 天上释放 地上释放 天上也要释放 对不对 因着这样子的时候呢 彼得他这边还加了 你不只有审判的权柄 你还为主撇下所有你要得到百倍 而且你要得到永生 所以因着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讲说 哎呀 那个年轻人好失败 为什么呢 他不愿意变卖一切吗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呢 他就失去 然后他就悠悠愁愁地离开 彼得 棒哦 彼得为什么 彼得得永生 彼得可以审判 彼得可以坐在宝座上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看到 彼得的心态是这样 如果今天你信耶稣的心态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信的话呢 今天你就差不多跟彼得一样 错误地理解 耶稣对这段经文所讲的东西 今天很多人信耶稣 就把他宗教化 今天耶稣就是保平安 耶稣就是给 什么呢 信耶稣就是上天堂 信耶稣就是得永生 我们今天传福音 我们都很常用这些的东西 来吸引人进来 然后呢 我们就用什么呢 大吃会 我们就用这种的明星唱歌跳舞 然后呢 就几乎用这样的方式 把他带进来 就跟他说 这就是我们信的耶稣 然后呢 跟他讲说 信耶稣呢 不用怕一怕 因为有永生 有平安 很好 可是我们没有跟他讲说 信耶稣是要悔改 信耶稣是要背死架 信耶稣是要为上帝 甚至连命都可以要丢掉的 你愿不愿意 彼得 他不理解 可是彼得后来理解了 所以呢 彼得在他后期 他要死的时候 他写这个彼得前书 都知道他写什么呢 彼得前书 二章九节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他明白了 原来他是蒙拣选的那个工人 他是第一批的工人 是的 他面对的困难比我们多 我们看到彼得 他后来甚至为主定时驾 他是道丁 这个是按照这个教会的传统 是这样讲啦 所以呢 我们知道彼得是为主殉道 不止彼得 所有十二个门徒 除了犹大以外 每一个都为主 真的是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这样知道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今天当我们这些被拣选出来 要去收割葡萄的这些的工人 我们带着什么心态呢 是不是带着像彼得一样的说 主啊 你看我已经牺牲那么多 你看我有什么好处 所以呢 今天主啊 是不是要得百倍 是不是今天你要祝福我 我的车比 我的邻居更大量 因为邻居不信主 我信主 所以我的车比他大 今天的邻居的那个工作 一直的攀升 我要升三级 以致这样我才可以荣耀你 我常常听到有些基督徒讲说 你看哇 你看上帝的名得荣耀 为什么因为我升级 哇上帝的名得荣耀 因为我怎么样 你看我的生活很好 我住羊楼我养饭狗 我有老婆孩子 全部多好 弟兄姐妹 这一些如果你拥有的话 你不会去用的时候 请问这个对神的国度有什么好处呢 今天你去听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人跑去做见证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什么呢 就好像一个show off大会 我听这种见证 我听到我真的是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哇听到他多么厉害 哇你看这个 哇那个我们很喜欢听这些明星 哇哇 然后你就看到外面一大群的穷人 仍然是饿着肚子 仍然是没有衣服穿 仍然在McDonald里面冲凉换衣 过他的苦热子 然后我们在这边讲说 你看上帝就是这样子 像不像那种直销公司里面的那种的奔信会 哇感谢你 是啊是这样子 上帝没有跟你要求这个 上帝要求的就是你是工人 你做工 做完十二个小时 一千名字 耶稣跟你讲说 今天你是工人 你做工 所以他教你祷告的时候 他怎么祷告 他说祷告的时候 你看祖祷文 都是寻求神的国先吗 讲完以后 他要再补一句什么呢 当先寻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 在祖祷文里面 你为自己祷告的时候 你的饮食是多少天的 是当热的才求 你知道吗 没有求明热后热 没有说我家里的仓库要多少 没有 学像以色列人 像以前他们在旷野一样 每一天等候上帝的那个喂养 早上湿马脑 晚上等那只鸟 就是这样子 每一天都是这样过 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了 发怨言 我甘愿 我甘愿做奴隶 死在埃及 可能我还死在那个锅边 有肉吃 没有水就发怨言 水苦的又发 所以我们整天笑以色列人 你看他们在埃及 其实我们也一样 弟兄姐妹今天 我们常常误解神这个意思的时候 你就看到 今天我们常常就会用这样的心态 跟上帝讲说 上帝你看 我为你做了这个 我为你做了那个 我放弃了这个 我放弃了那个 今天我会得到什么呢 有没有bonus呢 今天那个典型的 就是典型一个故宫的心态 而不是真正仆人的心态 故宫就是用这样的心态 去跟他的老板算账 多少钱一个钟头 有什么复利 就有点像今天 你们有些有孩子了 你为了让你的孩子要怎么样 你让你们的孩子要好好的 做家务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他呢 洗碗一毛 对不对 扫地两毛 考试一百分 有送礼物 在家里面 弄这个弄那个 一毛五毛三毛 就加加加加加加 有五块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你不是把你的孩子当嘎嘎来用是吗 弟兄姐妹 你今天读书考试 是为了分数 还是读书考试 是为你自己好 让你以后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你侍奉上帝 也是不是这样子呢 主啊 我唱歌 我师班 五毛一块 加加加加加起来 我就应该得到这样的公交 弟兄姐妹 因为你是儿女 你是仆人 你是上帝的家里面的人 有完肮脏了 拜托自己去洗干净 你的家 你的床上有一堆的垃圾 你不可能说你不处理才睡觉的吗 那个是你的家吗 如果你今天来到一个 shopping center 有一堆垃圾 你不会剪它的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的家吗 今天我们在这边 上帝就跟我们讲什么呢 今天耶稣就讲说 难怪如果你这样的心态 在前就在后 在后就在前 为什么呢 你看那些刚刚信主的人 不是吗 好大的热心 他不在乎任何的东西 他可以付出一切 就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要得到跟上帝在一起的时间 我还记得我刚刚 重生得救的时候 那时 哇 我跟你讲 车子不用紧 我载 谁有需要 载远我都去载 对不对 我愿意用我的车 去载人来上班 去教堂 然后他参什么都参 那时祷告会也去 妇女会我也跑去 少年团我也去 这个去那个去 为什么 我就是想要去教会 我就想要去教堂 我就想要去做这样的东西 可是今天 慢慢慢慢慢慢 我们信主下来 12个小时 第一个钟头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坐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跟他讲 什么等收钱 对不对 排队的时候 等说 不是吧 他一个钟头 一钱 我12个钟头 12个钟头 也一钱 有没有搞错 是不是算错 所以你的主人 就跟你讲说 不要眼红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现在是准备 收割的时候 彼得是那第一批 的工人 他一早就工作 他是跟着耶稣 开始出其教会 出其教会的历史 让我们看见 也明白 上帝托付彼得的工作 有做吗 他做了 在圣灵降临以后 他清楚的明白 上帝要他做的工作 他不只是把他的工作做好 他把道传好 我们看到 他十架都已经备了 他也跟主一样 被约翰福音里面讲的 他被树上带子 带去他不想去的地方 他为主牺牲 今天永生是上帝 白白的吃虾 每个人都一样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永生 虽然是白白 你不用付钱 可是他是 中价买俗的 你的耶稣 就用他的生命来带 就是带俗而领到的 历代的信徒明白了 眼目不是放在 那个产业上 不是放在今生 这一个世上 我们得到什么 而是我们看到 要赶上这个 被十字架的不归路 弟兄姐妹 主人家心里很着急 因为他的庄家 再不收秋雨来了 整片庄家就荒废了 工人缺少 耶稣讲了 工人不够 祷告庄家的主 才派多一点工人去收割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明白什么 叫做在前就在后 在后就在前吗 这就是天国的道理 今天马太用 这个天国的道理 向你说明耶稣他的心意 今天耶稣也借着这个的比喻 向你跟我说明 天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起来 今天如果你还以那种 我可以得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我们可以为神 可以享受我们什么的时候 弟兄姐妹 享受不是现在 享受是以后 好好地努力为主 用你一生 用上帝给你所有的 如果你是十一个钟头工作 就努力地把它做完 因为那一千银子是为你预备好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更要想象 那个还在外面闲战的人 他们的心里面是何等的交集 因为搞不好 那一天 那个太阳下山以后 他们就饿着肚子回家 看着那一失望的家人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这些已经工作了的人 要还像那个什么呢 还要记得 我们就是那个羊圈里面的一百只羊 对不对 你的主去找那 撇下我们九十九只 去找那个一只迷失的羊 如果因着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就明白 这就是天国的主要的目的 弟兄姐妹 但愿这个天国这个专家熟透的时候 我们在当中工作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喜乐的心工作 然后呢 当天黑领工钱的时候呢 我们领着这一钱的银子 欢欢乐乐地带回我们的家中 带领我们的孩子 给他们预备好吃的 给我的家人有预备快乐的时间 盼望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可以理解这个葡萄园的工作 今天信耶稣不是要找康陶 今天信耶稣不是为了得到很多好处 今天你信耶稣我常常讲的 信耶稣不是买happy meal 对不对 你买happy meal从来不是为了他的burger 跟他的nugget的吗 你是为什么 你是为了他的礼物吗 最近还送了 Doremon大家全部去排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汉堡丢掉 就是为了那个礼物吗 今天很多人信耶稣就是什么呢 我们讲信耶稣得永生 他是为了永生 他把耶稣丢掉的 他为了那个好处 礼物 他是为了礼物而来 把真正的东西 真正需要的东西丢掉 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 回到上帝的面前 好好的 在神的道当中 努力看的时候 你就理解上帝的心意 以致你可以为主 活出更深 更美好的生命